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放长 我们过年快到了 剩下一个多星期 就过我们传统的年了 在过年过节 我们中国传统就是都必须拜祖先 拜祖先 我们念感应篇 念到清漫先灵 想到拜祖先 这个清漫先灵 这个先是祖先 这个灵就是神灵 祖先 神灵 这个不是说人死了就没有了 这个我们读佛经 佛在经典上给我们讲 这个人死了 他是往生 不是没有了 往其他的地方去出生 这里死那里生了 所以他还是一直存在 那么 祖先那么远 我们拜也不认识他 那祖先有感觉吗 这个有很多人 他有怀疑 那实际上 我们如果读了佛经就知道 我们的心性 超越时间空间 华言经讲 念节延楼 一念展开无量节 无量节 龙缩为一念 一念是最短的 所以 没有 时间 也没有距离 没有远近 所以这个感令 是在一念之间 周边发解的 那么 祖先过世了 这个祭世 就是提倡孝道 就是 圣宗族远明的归后 这个伦理上讲的 在格言连弊也讲 祖先虽远 祭世不可不成 就是要有诚意去祭世 祖先距离我们很远 但是我们那么远 哎呀 马马虎虎吧 拜了他也不会来吃 那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要逞 就像在眼前一样 就像我们现在 面对面眼前一样 这样的心态来祭世 他就有改念 那祖先感令 就会降福给子孙 所以读到这个清漫先灵 清漫就是清世怠慢 这个在感令编绘篇里面讲 扫墓没有诚心去祭拜祖先 那这个 这样就有罪过了 那何况都通通不去扫墓的 那个墓 让它长草 长到最后就不见了 那这个罪过就很重了 所以有一些人家庭很不平安 哎呀 去给人家这个 问神问谱 哎呀 你家的风水有关系 那不是风水有关系 你清漫先灵 他没有读感令篇 他不知道 那些通灵的他也不懂 他也没有读感令篇 但是他有那一方面的灵感 你不读经 你就不懂 这个大家要知道 所以这个清漫先灵 这个 那现在呢 父母都是树葬海葬 以前说你有一个墓在你 哎呀去扫个墓 现在说都是佛化的 哎呀 放个骨灰呢 每一年去拜拜 你会想到 如果都丢到海里面了 可能就 现在你有一个墓在都不会想到 丢到海里面你还会再想吗 不会了吧 那也不要讲那么 说人死了 父母在世他都不想 对不对 所以这个提倡祭祖 这是小道 他对元祖都不敢忘记 对现在的父母当然 他会很忠实 这个就是明德归后他的一个基础 这个道理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有一次那个上品年那个洛基士 跟我谈到这个问题 他说现在那个提倡那些都很好 但是我们传统话 可能这个扫墓去除 这个就没了 那现在人怕麻烦 那这个最好了 更符合他的心意 那这个孝道就没有了 但是这个人孝道一旦没有啊 天下就大乱了 天下就大乱 灾难就很多了 这个是必然的 所以早上吃早餐 我们那个后面那个往生排位 两个排位自己掉下来 我现在放在那个桌上 那个掉下来 迟迟去捡起来 我说我看了 他里面也有阳上也有人 那我就问此时 他们的家属 我们这边双七 这里做法会 有没有来参加 那他这两个无缘的故障掉下来 其他没掉 也没有地震 所以我都放在那边 那是 但是我就刚才就 读到感应篇 清漫先灵 就想到这一桩事情 就是想到 后代他 不会来祭拜 你说排位 你供了 现在说骨灰没有了 魂墓也没有了 就剩下一个排位 排位 如果后代子孙 他没有来祭拜 那有拜这也等于没有 这个排位 不是给法师拜的 十五五百块给你 你负责拜我家的祖先 你讲这样合理吗 你家的祖先 你怎么叫法师去帮你拜呢 那叫你拜是什么意思呢 列入交代 子子顺顺都要 不要忘记祖宗 你从哪里来的 是这个意思 这个叫提倡孝道 不是在拜木头 拜偶像 他不懂了那个教育的意义 所以写排位 这个就是 给后代子孙去追师 追师 圣中追严 追是追师 演是演祖 记录我们很遥远的祖先 很遥远的祖先 我们没有见过也不认识 要追师 为什么要追师 悟本 本嘛 那你没有祖先 怎么会有我们呢 那不是我们这里 现在才突然蹦出来的 不是这样的 所以圣中追也名德归虹 所以这个 排位掉下来 这个辞职 你通知他们家 有法会要来拜 不是 叫悟道法师帮你超度就没事了 我超不了 我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 还能度什么人 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大家来共修 提倡学习传统文化 学习佛法的一个场所 这是教育 所以现在人他不懂 就是这个 以为这个 我付一点钱 然后你就帮我超度 不是这样的 那日本的试验 几乎大大小小的试验 都有排位都有放骨灰 因为日本的佛教 没有人会去供养的 油也是一式一式的 一块两块 那个是有限的 比较有限的 大部分他们的 特别是小试验 如果大试验 那是就比较有收入 人家监献的会比较多 像这个东京的前草观音寺 我每次到东京去都要去拜拜 去抽抽签 那边丢钱的人就多了 人山人海 那个他有钱 他这个观音寺 他是天台中的 他还要供养比瑞山的大本山 大本山在山上 收入比较少 他这个收入多 那其他一些小庙 像我们到第一次到 大阪那个上善寺 弥陀卿讲是 诸上善的那个上善 那净土中的道场 第一次在那边做三十七年 他们那个庙就 没什么收入 所以那时候 我们牢上召集一些同修去那边 第一次在那边做三十七年 去日本寺院做三十七年 这些华侨 这些大家监献 通通监给他们寺庙 他们寺庙怎么维持呢 都有牌尾都有骨灰 在都市里面 在乡下都有 他们寺院就是靠这个收入来维持 但是他们日本这个寺庙 他们逢年过节 过他们那个节 他们那些 旷骨灰的家族都要来试验拜 那 固定要来交钱 所以固定交钱也是有一个 有这个作用 一定要来交钱 来就要拜 那 不像我们现在一次 好像买断的 我建一笔钱给你 舞蹈法师 你就可以永远帮我拜 所以这个亡连会抗议 所以那个两个派会掉下来 好 不像怕孙子才不好 是不是 所以读到这个清曼仙灵 这个 施过之神还会祭过 好 所以这个 此次再跟他们家属联络 掉下来 可能你们 这边有法会 你们要来拜 你们不能说 就给舞蹈法师负责超度就好了 我讲真的 我度自己都度不了 这个 这个形式是大家一起来学习 提倡这个教育 我也跟大家一样来学习 教学相长 所以这个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好 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费增长 法律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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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